今天是9月22日的啤梨晚報 我的聲音就好了六成左右 其實我真的想找一天休息一下 網友常見我休息一下也休息不了 因為阿正今天應該不知道是否有些採訪 外面我也不知道 有阿東在 本來就可以我和阿正做 你可以休息一下 是的 但是太難觸摸了 因為採訪有一部份印 他可能上次沒有採訪印 也不是的 不止的 除了採訪不是印 其實他也是領頭的一些現場採訪的記者 是嗎 以前線記者來說 即是前線的直播記者來講 阿正已經差不多是頭一二了 已經立場到他了 差不多一百分鐘 所以都覺得有個責任 即是你用一個很圓滿的說法來講 是嗎 那我做政治的 對 用一個很圓滿的說法來講 都是圓不圓滿的 我覺得他是這樣的心態 我都成功了十年 差不多他也是這樣的心態 現在在搞一個類似網路的記者公會 網媒公會或網媒記者公會 不要緊的 因為剛剛今天生了 但是起碼我覺得 我又不能說他沒有交代 但是在一個公開場合上 我簡直是不知道 他哪一天會做節目 哪一天會不做節目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甚至乎有哪個嘉賓上來 哪個嘉賓上來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是嗎 那以後有些奇怪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這麼大的人 就無謂說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反而是喜歡怎樣 如果他那天不回來 那你早點跟我說 我去找嘉賓 因為我覺得哪個嘉賓 會幫到我 是 或者是適合那天的話題 或者是適合那天的話題 是 無論如何 不要緊 你講這些 一會兒那個渣媽 什麼Canton什麼鬼 那個含家產 又被剪刪你出來 我不要緊的 他最近又活躍回我 是嗎 是嗎 我不知道 其實我要跟大家說 我真的完全不管我的親家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有哪些人不托我 我又在網絡 為什麼呢 Facebook我又不上 是 我現在只看都不看 說真的那麼多東西做 那麼悶 回家當然要看Netflix 是 是嗎 報紙新聞 我都不會怎麼看 說真的 回來後就 調查一些 詳細 阿正每天做一些詳細 給我看的 是 那我其實覺得 今天都沒有什麼新聞說 你要嚴格來說 Word Freak 《啤梨請看兩康正不要勞氣》 我第一我沒有勞氣 第二我其實呢 我就很喜歡康正 但是呢 他是令我失望的 是這件事 為什麼呢 我是完全每一天 我跟大家說 我是沒有一天知道 康正那天會不會做節目的 他做什麼我完全不管 大家可以做證明的 但是你是不是起碼 我認為一個負責任 和合理的人 是不是起碼你都跟我說 今天我不回來 誰做節目 是不是起碼日這樣 我今天是六點鐘 那些同事說 今天你一個人做 沒有人知道 不是第一天的了 OK 是嗎 是奇怪的 為什麼呢 我喜歡康正 因為他比較有踏襲 現在的人我認為是沒有踏襲的 那你怎麼可能不說呢 你說今天哪裡哪裡 我從來不會阻礙他去的 但是你起碼告訴我 我不回來 我有點準備 是嗎 這件事你們要跟他說 我當然我也會跟他說 因為不可能 我可不可以這樣 你又這樣說 我突然間不回來 然後我都不會跟康正說 然後我就安排了阿力做節目 又行不行這樣 當然不行 不是一樣的 因為節目出門 當然 我是六點零三分 然後說 今天康正不做 那些同事說 我不知道 不是好小事 不是我沒有 下次叫他 沒有的 叫他交代我 不是他們說我生氣 我還沒算生氣 我生氣我拍桌子 是 還有 謝謝你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